色相偶不相 利益且虚妄相 金刚经常讲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色相偶不相 非万空于断灭 金刚经常又说 若见诸相 非相即见如来 这一桩四起 最重要的是交给我们去领悟 去体会 言语能不能说得出来呢 说不出来 为什么说不出来呢 怕你执着言语 文字能不能写出来呢 写不出来 怕你执着文字 如果你有能力 不值得言语文字 这个事情一样说得出来 也能写得出来 这个佛法妙就妙在此地 难就难在这里 一会又说能 一会又说不能 到底能不能呢 你要懂得佛说法的意思 佛说能 佛说不能 是一个意思 不是两个意思 能与不能 不是对立的 这是佛法最难懂的地方 佛为什么有的时候说能 有的时候说不能 怕你执着 马明菩萨在七心问里面教给我们 听佛说法 读佛的经典 教给我们三个原则 第一个 立言说相 就是教给我们 不要执着言语 言语不能执着 文字是言语的符号 当然也不能执着 当然也不能执着 不可以执着言语文字 这是第一条 第二呢 不可以执着名相 就是名词说语 不要去执着它 执着就错了 它是一个工具 从这个工具体会到它真正的意思就对了 第三个 立心原相 心原相的话 你去思考 想一想 这什么意思 一想就错了 不能想 为什么不能想呢 你们想想看 我们这个思想是第六意识 佛所给我们说的四十真相 不是从第六意识流出来的 它是从真如本性流出来的 你用意识来体会 哪里能够得到真相 就越想就越想 越想就越错了 不能想的 所以它只叫你悟 只叫你悟 不能叫你死 怎么样才开悟呢 你的心跟佛心一样就开悟了 所以佛法 无论哪一个宗派 无论哪一个法门 我们常讲了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法是方法 门是门禁 方法门禁虽多 通通通修一状似乎 什么是呢 修定 通通是修定 就是本经里面讲的 修清净心 修平得起 无量的方法手段 尽管不一样 它一定修的是清净心 平得起 我们今天净土宗采取的是 念阿弥陀佛这个方法 一句佛号念到底 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统统念掉 用这个方法恢复到清净平等旧 参差 无论是参话筒 无论是观心 也是达到这个目标 密宗里面持咒 三立相应还是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才告诉你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这是真的 这个不是假的 所有一切法门达到的目标完全相同 就本经的经体上讲清净平等旧 都是达到这个目标